这才是真正的中南海保镖啊 太洒了 永远目光坚定的和VIP保持可控且舒适的安全距离 看似自然下坠的双手却力量感拉满 随时都做好了出击的准备 无论周围在嘈杂 她的情绪都毫无波澜 任何风吹草动都难淘她的双眼 坚毅美丽气度不凡 不得不说大伙可太有眼福了 这罕见的东方顶级女特勤出现了 大家好啊 我是原在 这两天中文互联网上最火的人是谁 是阿萨德吗 不好像没她老婆活 那是阿萨德夫人吗 也不是 她好像还没有身后的女保镖活 9月26日 叙利亚总统夫人前往北京外国语学院进行交流参观 北外学子热情欢迎 将道路围的水泄不通 这时候一个网名叫TGR的网友 将阿萨德夫人到访的过程拍成短视频 上传到了网络 瞬间爆火 虽然网友给视频起的标题是 大马士哥的玫瑰终将绽放 但评论区的关注点却完全在另一个方向 这才叫女神 这才叫气质 你们就说漂不漂亮吧 大家注意一下 这美女手上有老简 绝对是个高手 女保镖练的是内架功 右手比左手还大 精气神充足 百会学上有真气冒出 身怀必杀技 这肉眼可见的爆表五立直 和一般人也就三七开 她三等功 你七级伤残 阿萨德夫人 那可是国际公认的大美女 凭借时尚优雅的穿搭和由内而外的贵族气质 走哪都是绝对吸睛的存在 然而这两天在中国 她身后一位穿着衬衣和宝蓝色套装的女保镖 却显然成了网友们更想进一步了解的对象 她反应灵敏 眼神犀利 一直站在阿萨德夫人身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四周人的一举一动 她的手一直微微拳起 时刻都处于防备激发态 仿佛随时都可以切换到战斗模式 除了护卫夫人的安全以外 她还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突发状况 进行善意的提醒 比如在北外时 一个男生大概是过于激动 拉着总统夫人的手半天没撒开 女保镖就赶紧上前 用身体挡在了男生和夫人之间 将这个男生的手拿开 动作温柔 却又不容拒绝 这和我们一般印象中 保镖仍高马大的形象 非常具有冲突感 强烈的反差 也让这位女特勤迅速爆火出圈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位又美又撒的女士 能联想到谁 反正对原仔来说 刘慈欣小说《球撞闪电》里 那个精英美丽 却又危险锋利的少将林云 突然就有了张具象的脸 保镖在紧急时刻 真的需要为别人挡子弹吗 在这段视频中 她是人群中唯一没有任何情绪的人 目光锐利 却全程没有任何表情 无论别人在说什么 做什么 笑得再开心 似乎和她之间 都隔着一层看不见的次元壁 在她的世界里 只有需要警惕的潜在危险 和对环境动态的绝对掌控 眼睛如探机相控阵雷达般 一直在扫描着周围人的手 特别是对手持的各种电子设备 比如相机 威权小臂威张 肢体随时可以充能 在瞬间就建立起 针对VIP的保护屏障 这一看就不是一般女子 无论是专业的形式风格 还是举手投足兼军人般的坚定 种种细节都在向外界 传达着清晰的信息 那就是这位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奇女子 是个身手不凡的大内高手 她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就能看得出来 虽然中国是个和平的国家 公众场合的安全度也非常高 但叙利亚的总统及其夫人 依然是当今世界上对安保要求 极高的国家首脑 他们的国家常年内战 西方国家更是视两位为肉中刺眼中钉 多年以来 敌对势力正对这两位的刺杀计划 时有发生 特朗普就曾被爆出 要求自己的国家机器出手 干掉巴萨尔 他们出访俄罗斯时 普京为了保证其安全 正是直接从精锐特种部队格鲁乌中 挑选了诗人 组成临时战斗小组 负责贴身护卫 而这样的顶级安保需求到了中国 我们派出的正是这位极美貌与力量于一身的女保镖 可见其专业程度之高 说到这里也要和大伙科普一下 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政治要员的出行保卫 在本质上都是体系作战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美女保镖的时候 应该意识到 你面前存在的是一个安保团队 那些你根本注意不到的人 正在里三圈外三圈的对安全漏洞逐一排查 那些你看不见的基安电磁波 正在对潜在的高技术行刺进行无死角封堵 还有那些你视野之外身材高大 背对中心面朝外的黑衣人 用身体截住了所有可见出入口和子弹线路 在所有防线的最后一层 才是被你洞察到的视觉焦点 那个鹰气逼人的战斗天使 这真的是中南海保镖吗 所有人最想知道的 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到底来自哪里 在这样的场合 负责如此重量级国际政要的保卫工作 大伙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中南海保镖这五个字 然而你要是直接在网上搜 大概率只能搜到一部 由李连杰主演的经典电影 中南海保镖其实是一个范称 指警卫对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高级别安保人员 在我国执行此类任务的机构 一般是公安部序列中的 两个极为特殊的部门 八局特勤局和九局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全称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即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警卫局 其前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 为了方便联系工作及历史编制原因 列入中国公安部序列 又称公安部九局 但公安部对其没有任何指挥权和管理权 中央警卫局属于解放军编制 副大军区级别 局长经常高配为副战区级中将 在地方没有分支机构 受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 一警一军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队 深受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信任 中央警卫局的保卫对象层级非常高 叙利亚总统夫人的警卫安保 尽管也很重要 但这更可能是来自下面这个机构 公安部特勤局 它的前身是公安部警卫局 是公安部原先管理的三支现役部队之一 属于武警序列即武警警卫部队 是正军级单位 在公安部内部的序号为公安部八局 和中央警卫局没有分支机构不同的是 公安部特勤局在各省公安厅 均设有警卫局 是正师级建制 2018年机构改革后 武警警卫部队全部推出现役 警卫局更名为公安部特勤局 人员从武警编制 转为了人民警察编制 成为国家公务员 受警协警号配人民警察证 主要负责警卫四负两高 外国访华要人 和保卫重大活动安全等 无论是以上哪一种类型的大内高手 这其中都一定是有女性成员的 因为在涉及女性目标的任务中 同性可以更加灵活方便地 进行贴身守卫 比如这次的叙利亚总统夫人 我们安排的是女保镖 在随行安保女性洗手间 和一些私密空间时 就更合适和人性化 此外 女性在接近嫌疑目标时 也更容易让人降低警惕 相对于男性成员 女性天生的细致 可能会更及时地排出一些潜在的风险 我国的安全领域从来不是男子的天下 女性绝对当得起半边天 这一幕不仅让人想起了 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鉴于国内国外都有不稳定因素 为了国家安全和赛事安全的万无一失 除了开幕式的演出人员是军人外 半奖礼仪小姐中 有一些人 还是我国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 猎鹰突击队的队员 在接到任务后 他们提前两年就续上了长发 学习礼仪和步伐 将铁拳精心包裹在了华庄之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